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国语版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谈谈越南一位商业巨头 因涉嫌数十亿美元欺诈行为而被判死刑的消息 这显示了越南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坚定决心 借助我们看到管理顾问行业的快速发展 以及它如何透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来应对挑战 最后英国的一项重大行动从一名国际洗钱者手中 没收了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资产 这进一步凸显了全球范围内对于打击金融犯罪的持续努力 从越南的严格判决到管理顾问业的改革 再到英国对洗钱活动的深入调查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全球对于打击金融犯罪和腐败的共同努力 也反映了在面对新兴技术挑战时行业的适应和演变 每一个故事都是对当前全球化世界中所面临挑战的深刻反思 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同时 必须保持对社会正义和道德原则的坚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将带你更深入了解这些引人注目的新闻背后的故事 以及它们对我们的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不要错过 敬请关注 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件中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越南法院对一位商业巨头的严厉判决 该案件牵涉到数十亿美元的欺诈行为 68岁的房地产大亨川迈拉宁从西贡股份商业银行挪用120亿美元而被判死刑 此外 还因贿赂和违反贷款规定 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懒得丈夫Aritu也因涉嫌参与诈骗而被判9年监禁 这一判决凸显了越南在吸引国企公司投资的同时 对于根除腐败的坚定决心 随助企业减少在中国的业务 越南共产党已经在努力消除腐败并吸引投资 在另一方面 经济学人的一篇读者来信中 管理顾问协会MCA对于该杂志质疑管理顾问的用途提出了回应 MCA的CEOTAM 指出 作为全球第二大的行业 英国的管理顾问业去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并预计今年和明年分别达到11%的增长 Nesos Khan强调该行业正处于演变之中 并将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视为顾问业务扩展的最大机会 此外 抓根管理学院的研究员 Ciftar在回应另一封信时提出 传统商业模式已为使用更可持续模式 不会让员工精疲力尽且在为客户解决问题后离开的新型公司铺平了道路 在英国《独立报》报道了一起涉及国家犯罪机构NCEA的重大行动 该机构从一名国际洗钱者的妻子Amanda Nato手中 没收了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资产 这场行动是对其丈夫涨了三那头长达八年的调查的结果 Nato一家曾享受奢华的生活方式 包括前往杜拜和贾纳的旅行以及到访哈瑞茨 以行以及到访哈瑞茨 NCEA没收了包括汉普郡的外扑Sotel在内的11处房产 NCEA认为数以亿计的英镑通过香港 俄罗斯 瑞士和英国的账户被洗钱 其中一些资金被认为是从俄罗斯政府和英国诈骗案中挪用的 NCEA还将追索存放在国外银行账户中的1000万英镑 值得注意的是纳图夫避免了起诉 这些案例不仅揭示了全球范围内对于打击金融犯罪和腐败的持续努力 也展示了管理顾问行业在面对新兴技术挑战时的适应和演变 从越南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 到英国对国际洗钱活动的深入调查 再到管理顾问业的自我革新 这些事件共同绘制了一幅涉及金融技术和法律多个层面的复杂图记 每一个故事都是都是都是于当前全球化世界中所面临挑战的深刻反思 也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同时 必须保持对社会正义和道德原则的坚守 在当今这个快节奏且充满变化的世界里 人们对于名人时尚以及财富传承的砍发 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变 从王室成员的形象塑造到80年代时尚风潮 再到对于财富传承的当代理念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也揭示了人们价值观的演变 首先独立报报了关于安德鲁王子在Netflix 青天Skubin的形象塑造 这部影片追溯了他与杰弗利·爱波斯坦有意的后续发展 特别聚焦于安德鲁王子在BBC的灾难性访谈 尽管这部片子涉及了一些敏感话题 安德鲁王子对于自己在片中的描绘表示非常高兴 他的朋友们赞扬这部电影处理问题公平 并展示了安德鲁作为一名工作皇室成员所做的一些好事 这种正面的反馈无疑为安德鲁王子在公众形象的重塑中增添了一抹亮色 同时电讯报带来了关于戴安娜王妃80年代衣橱的一项新发现 这一发现再次证明了时尚界的风潮是如何随着时间的退役而变化 洛杉矶的朱利安拍卖行宣布将出售自1997年克里斯蒂拍卖以来最大的戴安娜王妃衣物收藏 这些服装不仅展示了戴安娜王妃对时尚的独到见解 也反映了80年代特有的风格和时尚 从黑色的维克多埃德尔斯坦礼服到木雷阿贝德的星光闪闪的礼服 这些服装成为了戴安娜王妃文化象征地位的见证 在财富传承方面南华早报报道了一项针对香港居民的调查 揭示了人们对于财富传承的新观念 调查显示 多数受访者将优雅老去并保持尊严视为最重要的财务目标 而为家庭提供遗产和支持我关心的事业则分裂其后 这一发现表明 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对于财富传承的看法 正逐渐从传统的家庭目标转向个人成就和社会资源 为了响应这一变化 某些保险公司已经开始推出新的产品 如Truple Legacy 之在使保单持有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 将财富传给所选择的亲人 并提供确保稳定收入和支持慈善事业的选项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无论是对于公众人物的认识 对于时尚的追求 还是对于财富传承的理念 都反映了人们对于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生活方式的追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变化无疑将继续影响住我们的社会和文化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每一则新闻都携带出故事和变革的力量 从香港的金融创新到苹果公司技术的小错误 再到一场悲剧性的火灾事件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科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多面性 也凸显了人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应对之道 首先让我们从内KH的报道谈起 香港正迎来金融创新的新浪场 至少有两家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申请推出香港首批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 这一动作标志着香港意图通过注册平台成为区域性虚拟资产中心 尤其是在其传统金融产业 包括首次公开募股市场 在中国经济放缓和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的影响下 受到打击的背景下 这一举措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渠道 也为香港的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接驻The Independent泡倒了苹果公司 在技术上的一次小失误 但这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当用户在风上输入Jerusalem时 预测性表情符号功能 竟然建议使用巴勒斯坦国企表情符号 而不是以色列国企 这一变化发生在最近的iOS7.40.1更新中 苹果公司随后表示 这是一个未经意的错误 并承诺会进行修复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技术在国际政治敏感问题上的潜在影响 也反映了苹果公司在面对错误时的应对态度 最后来自South Island Morning Post的报道 揭示了一场悲剧背后的长期问题 香港新幸运大厦发生的致命火灾 揭露了该建筑物长达16年的消防安全争议 该建筑物的业主自2008年以来 就因未能升级防火措施 而涉及两起不合规案件 这场火灾导致5人死亡 43人受伤 由于业主之间长期的争执 该建筑物未能遵守消防安全命令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城市管理中的挑战 也提醒了公众对建筑安全的关注 这些故事虽然各自独立 却共同描绘了一个时代的轮廓 从追求金融创新的香港 到技术巨头苹果公司的小疏漏 再到一场悲剧性火灾背后的长期问题 每一个事件都是时代变迁中的一个节点 它们不仅展现了挑战和机遇的共存 也凸显了在面对未知和困难时 人类社会的应对与调整能力 在2024年的日内瓦钟表盛会 Watches and Wonders上 尽管中国对奢侈瑞士手表的需求放缓 以及消费者对奢侈品之处的谨慎 这场盛会仍然吸引了众波目光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从Bullet KCV 到Cartegriam Perfandes Bicheng Yau 等54个主要品牌 都在此次展会上展示了它们最新的创作 即便瑞士手表出口增长放缓 2023年仅增长了7.6% 于2022年的11%和2021年的31%相比有所下降 到端品牌如Parteck Felipe 仍然在富裕客户群体中保持增长 Rollet KCV 发布了6款2024年的新表 相比近年来采取了相对低调的策略 名人如Gueso Bichengchen和观影阳 也被看到在展会中欣赏这些奢侈之际 而在遥远的澳洲情况则有所不同 根据CNN的报道 来自北美洲的墨西哥毒品帮派 正逐渐将目标转向澳洲 因为他们生产的甲基安非他命 Meth供应量已经超过了其他竞争对手 澳洲联邦警察叶弗皮查叶弗志 表示 于22套23彩年 他们在海外当局的协助下 查获了23.6吨来自北美的甲基安非他命 现在估计至少70%的甲基安非他命 来自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 而不到15%来自东南亚 而阿尔福基哥贩毒集团 正日益将澳洲视为一个诱人的市场 另一方面 在足球评论员刘顺文 对于即将到足球评论员 刘顺文对于即将到来的英超联赛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据南华早报报道 身为长期的Fantasy Premier League of PL经理人 刘顺文分享了他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日的一些技巧 他通过深入探讨足球评论 不仅关注德甲联赛 也关注香港超级联赛 刘顺文通常采取一种中期规划的策略 这意味着他会为赛季制定六周一次的策略 此外他还会尝试将自己的策略排靠得很近 比如在第28周使用Wild Card 在第34周使用Free Hit 在第37周使用Bench Boost 用Bench Boost 从日内瓦的奢侈中表盛会 到澳洲的毒品问题 再到足球赛场上的策略部署 这些故事展示了不同领域中 人们对于品质 安全和竞争的不懈追求 无论是在寻求精致生活方式的奢侈品市场 还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犯罪 亦或是在热爱的足球游戏中寻求胜利 每个故事背后都体现了人类对于卓越 安全和乐趣的不断追求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 各地的新闻故事 绞织成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从香港海关的重大毒品查获 到一位日本艺术家对香港美食的热爱 再到加拿大对于外国干预选举的争议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地域间的相互影响 也激视了文化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多样戏 南华早报报导了香港海关一项惊人的行动 成功在来自德国的公运货物中 查获价值高达7100万港币 约900万美元的KTV 这批毒品被巧妙地藏匿在原始琥珀和闪光片中 其来源地为德国 这起事件中 一名24岁来自欧洲的男子 在领取这些货物时被捕 这次行动不仅展现了香港海关的高效能力 也凸显了国际间在打击跨境毒品走私上的紧密合作 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报道 带我们进入一个更加温馨的世界 日本插画家小野思光子将于香港湾仔的Word 这位艺术家从小就对中国美食情有独钟 自1998年以来定期访问香港 探索其食物和文化 探索其食物和文化 他希望通过画作传达香港独特的气氛和色彩 激发人们访问这座城市的欲望 转向北美的Globe and Mail 报道了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对于中国干预选举的质疑 特鲁多对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ISIS共的情报局表示怀疑 这些情报指控中国在2019年和2019年和2021年的 加拿大大选中密密且期待性地进行干预 这番评论是在一次关于外国干预的公开调查中提出的 加拿大去年9月设立了这项公开调查 以回应有关中国试图影响加拿大选举的指控 特鲁多的立场与加拿大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先前 对于CISISIS一共情报可靠性的质疑相呼应 这些故事从香港的毒品查获行动 到日本艺术家对香港美食文化的热爱 再到加拿大对于外国干预选举的争议 展现了全球世界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它们不仅涉及国际合作和文化交流 也触及到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问题 这些多样化的 无论是在地球的哪个角落 人类的生活和经历都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定不一定反映六五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ctor4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